最近,中国主打取材自真实案例的电影《孤注一致》在我国火热上映 创下大马今年票房最高的中文电影,还在我国掀起另一波讨论 一些网红在看完电影后纷纷有感而发 呼吁同行不要为赌博网站做宣传,瞬间引起广泛舆论 今天,我们不讨论剧情,也不当吃瓜蠢众 我们只来关心自媒体和网红为赌博网站宣传,赛大马到底合不合法 这一集,我们邀请到职业律师姬慧怡为我们提供相关的法律知识 同时,还有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部副主任蔡建文 来剖析赌博是如何通过网络,深入到我们的生活 当我们看影片的时候,我们都很容易跳出这个广告 那这些伙计,他们很多是包括一些口号啦什么 要玩就玩最安全的啦 这一些都是在耳轮目染下,在你平时看影片不自觉当中 就会一直进脑的一些标语,又或是一些网红的宣传 那网红的宣传就包括了这些业配啊,然后跟一些代言的 总统来讲的话呢,他就是不合法的,除非你是有经过一些执照啦 谈到广告,讲到logo这些的话呢 通信法令他们有通过一个code 他是有谈到说在网络上你要根据一个怎样的指南啦 那么单单讲到logo跟他的tagline,slogan都好呢 在这个code上面他是有讲说 可能你赞助一个活动,这个赌博公司 这个online的赌博公司他是赞助这项活动的 那么他是可以放他的这个logo 可是你的logo你要声明说其实他是一个赌博公司 然后你在这个广告当中,你不能去宣传赌博这项活动啦 如果在那个赌博法令上呢,是讲说 如果你是负责宣传,你引导别人去做赌博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话 其实你是违法,然后他们是可以控告你上庭的 可是我觉得在现实当中呢 这样的类似的案子我们还没有这么常见啦 因为有时候我看他们打广告在语球比赛这些的话 总的说他就很像是在一个背景 然后他们主持人好像也是没有特地去介绍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灰色地带啦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还会在这样子做 记者试着在社交媒体输入一些与赌博无关的关键字 没想到出现的大多数都是网络赌博的广告 这些广告经常都会以帅哥美女名车和美食等照片或关键字为诱饵 只要用户不小心眼机按赞 或者在该页面停留太久 各种赌博资讯就会滚讯而来 这就是社交媒体的演算法 因为他们的演算法就是你看什么多 他就会演算到那个 那后来赌博这些很敏感的词语 所以年轻人自己怕也不会去搜索 所以他们就没有平台看到 可是当他们看网红 Influencer KOL 业配 美女 帅哥 那这一些艺人 就会演算成为你无孔不入 他们完全进入了整个市场 因为这一些就是大家最多在看的 包括他们拍的短视频 拍短视频的时候 你拍完影片最后出现了一个字幕 所以买广告 包括一些关键字hashtag 这一些都是他们的演算法 而这一些就是他们精准打给到他们的群体 到底我们有没有up to date 我觉得可以再更新更快一点 因为我觉得很多像我们刚刚谈到说 其实有几个灰色地带 可能他可以更清楚的去定义一下 在这个法令当中的一些字眼 就刚刚我们讲到说 这个网络的这个独播公司 他是在国外的话 到底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法令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通讯法下呢 他是有讲到说 我们是可以跟国外一些执法单位 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合作 可是我觉得 我不觉得我们有去善用这一条法令 虽然我们说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但至少我们需要先开始 政府部门 其实他们有在宣导一些防范诈骗 不要赌博的一些意识影片 包括我们在电视上都有看到 可是接触这一群人 这个target audience 已经不是这群人了 那现在要接触主要是青少女 那其实更直接的 就是可能政府这边可以投入一些资金 在YouTube Facebook 上做一些这个投放广告的动作 在这个意识选导上必须要下工夫 也就是要针对对的群体 网络赌博广告如今已无缝不入 无论如何在五国下注任何未经注册的非法博彩 都可以在1953年公共赌博法令下被控 下一集我们将邀请通讯及数码部副部长张念群 为我们解答政府将如何打击日益泛滥的网络赌博行为 您对网红代言或宣传赌博网站又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也要记得按赞和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